顾家辉 相识在童年 我们在香港成长的这一代人 都可能与顾家辉 辉哥 相识在童年 奏考地 相识在童年这首歌 也是辉哥写给我唱的广告歌 对于这位香港乐坛交付 可说是无人不适 因为他的经典名曲 譬如《獅子山下》 《上海滩》等等 和大部分的电视主题曲 都真正深入闻心 有什么秘诀呢 我在想 部分原因 可能是辉哥在TVB时代 做秘佬有关 殿堂作曲的辉哥 本来是夜总会的乐队领班 机缘下就得到他的包子 即是姐姐 小云爵顾眉的引诫 就为电影《王国》 《少氏电影》 是创作电影歌曲 他的第一首作品 就是电影《不了情》的插曲 《梦》由顾眉主唱 辉哥的音乐梦 亦都从此战害 当TVB开台 就邀请辉哥担任音乐总监 我有幸当年以业余歌手的身份 经常都在TVB的《欢乐今宵》 即是EYT 在那里演出 所以经常都会得到 顾家辉大乐队伴奏 但是当时他多数 交由辉哥的助理领班 陆瑶叔代领的 我想当时辉哥可能太忙 百岳前身 忙着要秘劳 但是其实我相信是明劳 秘劳就是创作广告国 在那个年代TVB有一种优良传统 就是 职人一定有秘劳 好处就是 秘劳涉联的层面很广 可以将吸纳到的新经验 和人物带回这个大家庭 是一个互动少林子 均不见 现在的电影电视 幕前幕后的巨头巨星 大部分都是经过 这一样的洗礼而成长的 创作广告歌 为什么会令流行曲更加流行呢 当年很多广告歌 由作曲 编曲 录音 监制 以至选歌手 都是由辉歌一手包办 创作广告歌是另一门专业 不是一般作曲人 能够拿捏得宜 据我自己的观察 辉歌能够准确掌握 创作广告歌的技巧 对他写出多首 创作汇迟人口的主题曲 一定有帮助 广告歌成功的窍门 是要在30秒 甚至15秒之内 成功抓住观众的意诺 基本上除了第一句就要吸引之外 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几乎要将品牌所有的卖点讲完 至于电视主题曲 也要将剧情的精髓点题点精 我和辉哥的渊源也似于广告歌 当年维他奶有一句很经典的slogan 就是广告的口号 怎么只汽水这么简单 是我读浸大传理系的老师 几文冯小姐创作的 简单的句子带来很多的信息 突显了维他奶比汽水更健康 同时也带来一首很成功的广告jingle 相识在同年 那次是我第一次唱广告歌 就有幸遇上顾家辉作曲 更是我第一次亲身拍摄这个广告片 当广告片推出之后 很受欢迎 后来刚刚我就是筹备最新的唱片 云外千锋 打算收录这首歌 咦? 但是只得短短半首歌而已 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辉哥 求助 辉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其实他自己也很少说话 嘿嘿 明天给你吧 更轻而易举 就将这半首歌 变成full version 成为他第一首写给我的歌 更加有幸的就是 在辉哥举行的荣幽盛典演唱会的时候 他指定我出席演唱 我就在十几场洪馆的演唱会当中 唱了两首辉哥写给我的作品 《相识在童年》 和《那天在重聚》 亦都是电视剧《爱情安歌》的主题曲 能够和一众红星一起向 乐坛教父致敬 我实在予有荣义 多谢辉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